伊斯蘭作證 萬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的差事 那個人就說對 另外伊斯蘭要我們做禮拜 要施天貨 要在齋穴的時候封齋 還有要去墨加朝柬 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這個人就說 嗯 你又說得對 那些門徒覺得很奇怪 咦 這個人又來做甚麼呢 又問牧姓 牧姓又說得對 接著再問他 甚麼叫Iman 甚麼叫信仰 聖人就說 信仰 信真主 信天使 信天經 信使者 信末日 還有信這個叫Gudda Gudda 即是我們亦叫前定 好的東西跟不好的東西都是真主而為的 那個人又說 嗯 你又說得對 那又問他 告訴他 甚麼叫Izan 他剛才第一個問 問他甚麼叫Islam 第二個問他甚麼叫Iman 信仰 第三個問他 甚麼叫Izan Izan 意思是用剛才那一個Assad 即是好啊 Izan 這是一個最高境界 看不到 那問他 甚麼叫Izan 信仰就答 是 崇不安啦 你好似你見到祂 但是你知道你是見不到祂 而甚至祂是見到你的 這個境界就叫Izan 我再重複一次 即是我們知道我們不會拜偶像 亦都不會模仿一些神像出來 就說這個就是阿拉 我們拜祂 但我們拜阿拉的時候 就好像覺得我們要是見到阿拉 但我們知道我們是見不到阿拉 但我們感覺上知道阿拉在看著我們 阿拉在注視著我們 那這個境界就叫Izan 那他就說 嗯 就對了 接著就問我 接著就問聖仁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甚麼時候是世界末日啊 甚麼時候是世界末日啊 聖仁就說 被問的呢 並不給問的呢 清楚 被問的呢 並不給問的 清楚 就是他不止啦 那這個人就說 老老 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們有甚麼跡象啊 世界末日的時候有甚麼跡象啊 聖仁就說呢 是會是被女生主人 那些被女生主人 那些被女生主人 還有呢 你會見到那些赤貧 赤身露體 一腳牛屎 我講的只是一腳牛屎 barefooted 即是沒有穿衣 隻身露體 那些沒有穿鞋的那些很窮的那些牧羊人呢 震相起高樓 那這個呢 就是世界末日的其中的先兆啦 那這個人呢 聽完了之後呢 那他就 起床 然後呢 就離開了啦 那接著呢 聖仁呢 就跟他講了喔 就跟這個Omer 這段聖訓呢 是Omer傳來的 他就說 Omer 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啊 問那麼多東西的 那Omer當然說 我不知道啊 那些人是否知道啊 聖仁就說 這個是Jibiril 就是Gabali 他來呢 是教我們的宗教的 Gabali 大家知道是誰啊 Jibiril 即阿拉伯人叫Jibiril 這個英文叫Gabriel Gabriel 他説這個是Gabriel Who came to you to teach you your religion 那這段聖訓呢 就是Muslim的聖訓就有出來的 OK 那這段的聖訓呢 就是很概括地 就說了什麼叫做伊斯蘭 什麼叫信仰 我們信什麼信什麼信什麼 我想我們以前在初階 或其他都說我們信仰啊怎樣啊 齋戒啊怎樣啊 還有呢 就說了一個畢山 還有今天值得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後世 即是世界每天的時候呢 聖仁呢 就不知道的 他説 被問的人呢 沒有被問的人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但是他說 你可不可以給一些跡象啊 那在這段聖訓裏面呢 就說了兩個跡象 那當然有其他的聖訓裏面 經常都說了其他的東西 哦 每天來臨之前呢 就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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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來之前就會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些呢都是聖訓 那我們今天講一下 跡象大家見不見到 你不了解到這兩個是什麼的跡象 痞女山主人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什麼叫山啊 山就是 在分 不是 山是 廢調 不是不是 山就是 山仔的山 gift birth 就是意思 哦 分娩 分娩分娩分娩 第二個都不可能 第二個都不可能 沒有錢就起什麼樓 沒有錢就起什麼樓 但是呢 現在有可能 現在有可能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現在呢 那些杜拜啊 不知道阿聯酋還是什麼呢 又是起世界最高的 不知道什麼 就是什麼 綠星級酒店之類的那些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性人就沒有解釋到的了 但是後世的那些性分學者 就是收集了一些性分 哦 聖牙講這些說話 我們覺得這個性分 是可靠的 authentic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被女生主人 當然有些現在的學者 去推敲 或者去interpretate 就是說 其實我們呢 現在看看我們這些下一代 真的好像是主人 那樣 而我們的父母 真的好像是奴隸 奴奴 我們的奴奴 服侍我們的子女 所以就變成那些婢女 我們做父母那些是 做婢女 生了一些主人出來 這個是其中一個跡象 但是第二個呢 就是那些很赤貧啊 沒有什麼錢啊 沙漠的 牧羊人 在沙漠裡面 就是看羊啊 又沒有什麼東西 會增相起高樓哦 那些呢 那些呢 都是近這幾十年 我估計 羅斯福總統 和這個 這個有一個叫做 沙迪拉伯 有一個叫做 阿布阿製斯的 的油王呢 就支持了他 做了這個 沙迪拉伯的國王 於是乎 就很多的石油 當然還有 佛伊德亞那些 其他地方 那些呢 他呢 就現在真相 真相起高樓的 OK 那最後呢 古蘭經呢 就是涉及一些原則性 我們 就是剛才說 信經典 信經典 古蘭經給我們一個 就是 基礎 我們相信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古蘭經裡面 但是呢 聖份是什麼呢 聖份呢就是 它是一個 它都是建基於古蘭經 因為 我們剛才引用的古蘭經 全部都是說 是一個優良的典化 使者告訴你 的東西 你們要做 使者禁解你們的東西 你們都不要做 這樣 所以呢就是 在沐聖的 臨 就是過世之前呢 他也有 一段的遺言呢 就是我 離開了之後呢 有兩個寶貝 兩個就是 好東西啦 就是好東西 留給你們 那當然不是那些 淺淺財財的那些 那些 就是什麼呢 就是古蘭經 和我的 就是 厭恨 那樣 我們哪一個 拿著這兩樣東西呢 就不會走失的了 就是不會 走歪路的了 那就是 這個就是 古蘭經 和這個就是 成份這樣 那就是 那就是 剛才我所講的 大部分的資料呢 都是在這本書那裡的 叫做 Studies in Hadith Methodology and Literature 那就是MM 因為M就是 M就是 Muhammad Moustafa Azmi Muhammad Moustafa Azmi 那麼呢 他在網上 都有一本書的 那我就 他就 嗯 他在這個 很久之前 在這個 尼雅德大學裡面 就專門研究 這個成份 的學者 那大家呢 上網呢 可以 看看 他這個 如果你想 再進一步 研究的話呢 可以 上去看看 那我就 那我就 沒有那本書了 那我就不知道 那本書放在哪裏 但是我上網 呢 好了 那我想問一下 今天有幾多位兄弟呢 是可以幫我們做一個 Group Discussion 的 看一下先 因為今天人都比較多 因為呢 今天校長呢 就有些事 離開了 那其實呢 我有個活動的 我有個活動 哪位兄弟想 可以available 做這個Group Discussion 的 我看一下先 如果不是太多的話呢 就不如我呢 現在呢 就和大家做這個活動 Muza 你可不可以出來 幫我派一張 Erik 可不可以幫我派一出來 那我就有一個工作址的 就是大家聽完之後呢 又要做一些工作址 那看看有沒有一人一張 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不夠的話呢 就 share 一下都可以 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呢 就收 就是放了一些聖份 在那裡 那大家呢 就做一下這個叫做 叫做 那些聖份學家 去鑑定一下呢 這些聖份呢 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那當然啦 我們就不懂得那些 就是傳術世系那些人 對不對 那但是呢 你可不可以鑑別一下 哪些聖份呢 是 咦 很有問題的 哪些聖份呢 就 都相信都是可靠的 那這邊呢 這邊呢 這邊好像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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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那你可以呢 你覺得是聖份的 你就打我聽 好嗎 你覺得是聖份的 打我聽 覺得不是聖份的 可能會打我靠差 這樣 這麼多的 你很想說 可以嗎 我不能不能這樣 是 更多的 臣子 我也是 不可能 是 不過 你們